S資料庫基本上 這個地方保險 是否阻擋 開啟OK 那有兩個嘛 你如果要設計裡面的資料可以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三角尺 或者按這個設計也可以 設計檢視的話就是可以再去修改 不然這樣好 因為這個藍位名稱也不要太長 不如這樣我們把所有藍位名稱都改短好了 都改兩個字好了 比如說就是這樣 姓名 性別 普通 普通就指那個普通的保險費 然後那個職業的話 職業保險 那傷病的話就指這個 全部都把它改兩個字好了 這樣會比較好記 不然你將來你要做一些資料輸入的時候 你那個藍位名稱就要打一串 而且也比較容易打錯 盡量那個名稱 好記又不容易 打錯是最好的OK 好了之後的話我們把它save一下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打開來 上面的藍位名稱也都兩個字 那現在我有 已經有了 7筆資料 現在目前有7筆資料 在這邊 那我要怎麼樣 從eSail裡面呢 幫我把資料 輸入到這邊 也就是說我今天的需求 這樣 我希望 能夠在eSail裡面 輸入了一筆資料 然後呢 這筆資料呢 同時也可以幫我記錄在這裡 OK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在eSail裡面要做哪些事情 eSail裡面要做哪些事情呢 第一個 一樣填資料 就要按記錄 他就可以幫我講 把這個 新的一筆資料 寫到 這個 資料庫裡面 所以呢 我們要做哪些事情呢 第一個 我們再一樣 到Visual Basic裡面 紀錄的程式碼 這邊的話 需要做哪些事情 特別注意 因為我要先取得什麼 取得那個 我們的資料 筆數 那那筆資料的話呢 一定會是什麼呢 最後一筆 一定是最後一筆 所以呢 這一筆資料裡面會有 這筆資料裡面有六個欄位 然後一個蘿蔔一個坑 一個蘿蔔一個坑 我們要怎麼樣可以寫到資料庫裡面 那因為這個部分呢 牽涉到的 層面還蠻多的 所以請各位可以利用雲端白板上面的 程式碼來做修改 會比較快 那修改的方式的話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先把最後完成的 畫面給各位看 這邊直接記錄點兩下 點兩下之後的話呢 我們這邊 就可以 看到 我是直接什麼 呼叫一個什麼 扣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現在呢 目前還不存在 這個方法叫利用 ADO新增資料 然後呢 分別傳給他 總共 這邊總共會有 我們需要傳遞過來的 總共會有六個欄位 因為我們 SS資料庫裡面 也是六個欄位 所以呢 這邊的話呢 分別是 Sale什麼呢 A加1 所以A加1 就是 我們新增的那一列 A的話就是 上那個 最後的那一筆資料的 列號 加1的話 就下面那一筆 那 分別 後面欄 就是第1欄 第2欄 一直到第6欄 這6個資料呢 我要傳遞給這個方法 叫什麼 利用ADO 新增資料的這個方法 可以用雲端白板上面的 範本來改好了 我大概講因為 官要了解ADO 其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 那念的話 我就把各位需要知道的 把它做成一個範本 我後來發現 用範本會最簡單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會改範本的話 基本上 應該你就會利用 ADO幫你做一些事情 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有 資料庫 4大功能 你會基本上 差不多了 第1是查詢 所以第1個方法 是查詢 第2個範本是 新增 新增一直到哪裡呢 到這個 End sub 這裡 然後就修改 再來就刪除 也就是說資料庫呢 基本上 就是這4大功能 大概不會 有第5功能 反正就是這是 那最重要是查詢 再來就新增 那修改 其實有的時候怎麼樣 把那一筆刪掉 重新建也可以 所以不會修改 有時候也OK 那刪除的話 某一筆資料也可以刪除 那我們怎麼樣利用這個範本來做修改 基本上你就 Ctrl C 應該會吧 Ctrl C 第一個把這個 利用 ADO新增資料 這個方法 一直到 End sub 把它Ctrl C之後 再到你的程式裡面這邊有沒有 把它Ctrl V 在最下面這一行 那貼上之後的話 第2個就是說 上面有ABC 這個有沒有 請你把它刪掉 因為 我們的資料來源 我前面的範本 是用 Input Box 來做的 所以這邊 ABC 這個可以刪掉 那這個 ABC 也可以刪掉 然後 基本上 我們主意來看 第一個是宣告 ADODB connection 那這個 特別注意 如果你有引用 ADO 一定就會OK 沒問題 但是如果說呢 你程式跑到這一行 不OK的話 檢查一下有沒有設定 引用項目 然後呢 我們用 這個ADODB的Connection 去連結那個資料庫 利用 ADODB.RECORSET 去連結資料表 資料庫裡面的資料表 第3個是怎麼樣呢 Set myConnection MyCon 等於一個 Near 這個ADODB.Connection 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我在 記憶體裡面配置一個 一個空間 來存放 將來連線之後的資料庫 因為資料庫連線之後一定要記憶體要個地方給他放 不然的話他沒有辦法walk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動作 就是建立一個連線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利用 他這個 MyCon MyCon這個物件呢 他有方法在open open什麼呢 就是 這個後面是驅動程式 就是驅動什麼 驅動SS 對不對 再來的話呢 DataSource 就是他放哪裡 那我們是放在listworkbook 有沒有 就是放一個什麼 同樣的一個 Excel檔案的旁邊 .pass 旁邊 那名稱叫什麼 名稱叫 保險.ndb 所以請各位 把這邊改一下名稱 叫 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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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b OK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路徑就OK了 所以基本上這個地方 我們就連線成功 如果你這個名稱沒打錯的話 應該就可以抓得到 第二個是說呢 我要能夠執行一個指令 就是把一筆資料 寫進去的動作 那我們這一筆資料的來源在哪裡 特別注意喔 在 利用 AD 新增資料 然後面的話呢 他會傳給我六個東西 所以他後面傳六個東西給我 我要怎麼接呢 特別注意喔 這邊有一個小瓜糊 對不對 這個小瓜糊 主要的用途就是 來接參數用的 所以呢 我們上面有六個參數 所以我在這邊也加A 然後呢 豆點 B 豆點 C 也就是新增 對應的 的六個參數 那這六個參數要做什麼呢 就是接到他之後 他丟給我對不對 然後呢 我再利用他 幫我寫到資料庫去 所以 他給我六個資料 那這六個資料呢 我就 insert into 後面的話是一個 工作表名稱 也叫保險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insert into 後面請各位把它改一下 保險 這個就是 資料表的名稱 後面的話呢 就是有 有幾個呢 有六個 欄位 所以六個欄位 分別就是我們剛剛 改的那六個欄位 特別之外 那六個欄位 就是要一模一樣 你連一個措置都不行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剛剛改成 叫做 分別就是 姓名 性別 有沒有 普通 職業 傷病 陰角 然後把他 ctrlc 一下 複製好之後的話呢 再貼 再把它貼上 然後中間加什麼 加豆點 特別是這個是固定格式 insert into 這個是seql語法 也就是說利用 insert into 到哪一個欄位 後面的話加上 Values Values 就是說呢 裡面要放什麼詞 Values 那我們有六個欄位 對不對 那Values 後面的話呢 分別就加上什麼呢 A A的話就姓名 沒錯 B B就是什麼呢 B就是我們的 姓 姓名在 姓別 那這邊就有 到c 對不對 所以後面的話呢 一直到f 要自己再加上去 所以這邊的話 特別注意 這個可能比較容易出錯 Values後面呢 請特別注意就說 在c的後面呢 這個有個刮弧 請在刮弧前面做什麼呢 就是在串接 串接什麼呢 串接一個d 那這邊串接 記得就是 豆點 我習慣是這樣 就把它豆點 然後後面到雙引號這邊 把它ctrlc一下 那在後面這邊 ctrlv 這個地方的話豆點有沒有 這邊把它改成d 然後再到小刮弧的前面這邊 ctrlv 這邊把它改成 cd e OK 再來多一個f 那特別注意喔 一個蘿蔔一個坑喔 你少一個都不行喔 那其實這裡才是最難的 因為你會發現喔 看要看半天才知道 其實實際上 Values 後面就是要 放 6個變數 這裡非常容易錯 第一個呢 你要有6個参數進來 對不對 第二個特別注意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喔 ae的部分比較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呢 就是在雙引號的外面 又多了一個單引號 你會想說 老師這個單引號做什麼用的 因為呢 姓名跟性別都是文字 所以如果是文字的話 一定還要再用 單引號把它包起來 所以呢 A前面要用單引號之外 B也要用單引號 所以這邊說 B請各位再加一個 在哪邊加 在前面 跟他的後面的雙引號 加一個單引號 這樣子的話呢 A跟B 寫入的時候 他才會把它當 文字來看待 不然的話 寫入資料的時候 會產生錯誤 OK 那就把上面給我的東西 分別寫入到 這幾個欄位裡面 最後這一行不要 這樣不需要 OK 然後 再來 新增 這個也不用 第6 也不需要 所以基本上 大概就這樣子喔 那做完畢 各位可以 參考一下 我最後 放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畫面 基本上就是 最後的完成 那如果 做完畢之後就可以來 測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OK的 這個保險費計算嗎 那我剛剛講這個 就是這個資料 這個應該都一樣 然後 特別注意我把它刮抹起來 就是這個 Insert into 保險 那因為太長的 我把它串成 串成兩行 Seql 等於 Insert into 後面 再串 自己本身 可以啊 兩種方式 你可以串很長一串 或者是這邊看到是 第二種方式 就把它串在一起 OK 好 串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 最後 再把它 把這個 放進來 這樣也OK 那我剛剛是直接 執行 直接 Execute 把這個資料放進來 然後 就可以把資料丟過去 不過還有個地方特別注意 這個A 有沒有 他在這邊 跟這邊都要用 所以請各位 務必怎麼樣呢 宣告在最上面 如果你沒有在宣告在最上面的話 這個A會出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會從0開始 不會從我們 取得的這個值開始 所以這個值的話 一定要在 最上面宣告 定一個A 這樣的話就完成 好所以這個地方 然後 當我按記錄的時候呢 就利用 ADO新增資料 就呼架了 那這個名稱的話基本上 就是我剛剛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名稱 利用ADO新增資料 然後後面有六個東西 然後分別把它稍微做一個修改 好改完之後的話我們來試試看 這地方算是最最難 而且不太容易是就做對 那所以呢 你們可以在執行的時候 可以在這個地方設個中斷點 好如果你擔心說將來會有錯的話 你可以在 這個地方 設個中斷點好了 好 然後呢 再讓他停下來看看 比如說我這邊輸入一個 信什麼信 隨便 隨便打也好 因為最近 這個信是比較 比較 我比較話題 比如講某某 OK 然後 這個 一個信 他裡面的 他裡面的保險費 隨便key一些 OK 然後大概key一個資料 好按一個開始計算 我要把這一筆資料 怎麼樣呢 好 把它寫到資料庫 按個記錄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的話 因為我呼叫他 並且把資料帶過來 有沒有看到這個有個獎 叉叉叉 資料都出來對不對 然後呢 這資料傳遞過來的話 剛好由誰來接 由 A B C 就是他丟過來做 由他們接 接完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要連結資料庫 按F8看看 OK 如果這一行 可以過的話 表示你的 這個資料庫 是存在的 第二個的話呢 執行 直接按F8 如果你這一行執行 沒有錯的話 表示你這一行 是寫正確的 沒有錯 OK 不過通常 依據前面的 這個經驗 這一行一次寫正確的 好像不太容易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 執行完畢 當物件開啟 這一行不需要 所以這一行也可以刪除掉 OK 這一行 Nothin End OK 那結束掉 那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我們有新增一筆資料 你可以到資料庫裡面看一下 是否要阻擋 開啟 看一下保險這個 有沒有 這筆資料就過來了 就可以寫過來了 你不需要開啟SS 然後再把資料貼過來 直接利用什麼呢 利用我們剛剛的這個 ADO的方式 就可以幫我把資料貼過來 把資料寫過去 那剛剛那個部分是一筆資料 如果你要整筆全部一起輸入的話 怎麼做 我想這部分 請各位再試試看 我把重點再提示一下 這個地方可能會比較比較難一些些 第一個的話呢 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們剛剛做的 再記錄這邊點兩下 我有做一個呼叫什麼 利用ADODB新增資料庫 資料然後呢 然後後面會有六個欄位 分別就是 A加1 列 然後1到6欄的資料 第二個的話呢 把我們剛剛的這個 範本貼過來 做一個修改 修改的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參考這邊 OK 然後第三個的話就是說 全域的變數 這個A一定要加上去 那這樣的話 各位試試看 我把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如果你可以 輸入正確的話 那表示你的 這個 C口語言 是沒有錯誤的 好